货报有计程车驾驶被乘客殴打 好几名园警赶到现场 但怎么只剩下问蒋一人 你是刺激大哥 对 阿成哥 跑掉了 他是那边那个社区轿车的 问蒋口气还很慌张 没想到乘客坐在后座往前回答 发现问蒋要报案就落跑 园警掌握动手男子的特征 开始在街头找人 好几名园警骑着机车鸣笛穿梭在马路上 和动手的乘客上演你追我跑 最后终于在附近带到人了 你来找到我了 找到你了 那可能就拜托你 就我们派出所稍微解释一下 发现自己逃不了了 只好乖乖就范 这名41岁的陈姓嫌犯 日前喝了酒要搭小黄回家 但原本的路线道路狭窄 周星问蒋因此改道行驶 没想到对方开始质问为什么绕路 双方因此爆发口角 问蒋眼看不对劲改走指定路线 不过后座的嫌犯仍然朝他挥拳 酿成头部及眼角受伤 发现问蒋报案了急忙逃跑 动手的陈姓嫌犯 最后被送上警车再往派出所 他不只动手还入骂脏话 遭到提告伤害及防害名誉罪 这回喝了酒搭计程车回家 却管不住自己 不只没办法及时回家 还得挨告 坐上法庭 TVB的新闻最后报道 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